我那个时候来赴约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 被你打 被你妈的准备 结果 你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 那都是装的 刚才看你走过来 我都恍惚了 好像看到了 之前那个昏了头的自己 说吧 你今天约我出来 到底因为什么 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一个提议 我们俩 联手 妈 不去晓莹 也不去家里 为什么约来这儿 你还记得这个位置吗 我们俩第一次摊牌 就是在这里 我当然记得 我那个时候来赴约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 被你打 被你妈的准备 结果 你比我想象的更难对付 那都是装的 刚才看你走过来 我都恍惚了 我都恍惚了 好像看到了 之前那个昏了头的自己 说吧 你今天约我出来 到底因为什么 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一个提议 我们俩 联手 可说是有一个提议 这样的也比和她的 好 还要恍惚 其实想一想 祝你马刀成功 看看吧 其实啊 我知道 你早就想离开方舟了 之所以一直留在那里 完全是为了我 为了小盈 经过这段时间的打拼呢 我越来越发现 自己还是更适合 跟代码打交道 所以加写 过来帮我吧 小盈本来就有你的意思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方舟跟小盈敲定了合作 你就辞职来我这里 到时候 我们俩一个负责商务 一个负责开发 并肩作战 好 这边签个字 这边请 这边滴 你先去忙吧 好 小盈的人马上就到了 抓紧时间安排大家落座 没问题 没问题 不是 您好 您是 我是小炎科技的代表 这边请 您好 麻烦在这边签字 您可以到会议室休息 评审会半个小时以后开始 明天我请你吃个饭 走了 走了 都不是魏总前妻吗 嗯 不对啊 这家公司不跟你包上去的吗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吧 这不知道怎么了 咱们公司又没有规定 老总前妻不可以合作呀 也对啊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 参加本次的技术评诊会 首先我们先讲解一下 本次评审的流程和标准 由于全量测试的耗时过长 我们现场只用十万级的 西米用户数据进行测试 出评过后 再进行模型的精度 复杂性 鲁棒性 绑存性能的评审 测评出最优的算法 并展开合作和抢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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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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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来 方蕾 你们技术部最近挺忙的吧 对 魏东 最近确实挺忙的 我刚刚看到江喜关要什么东西了 对 刚才我给了他一块硬盘 硬盘 硬盘里面是西米的新算法照标 准备提供给那几个核心供应商的半公开数据 方方 地址我写在这儿了 一会儿麻烦你帮我把它寄出去 有问题 江西姐 好 江西姐 实在不好意思啊 你刚才忙晕了 硬盘给你给错了 这个才是你要的事运 那不好意思 我差一点就把它寄出去了 别 麻烦你了啊 硬盘跑一趟 不客气 那我就先走了啊 江西姐 好嘞 好嘞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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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太好急事了 让我们恭喜大德科技的泛亚算法 在本次评审中脱颖而出 我没有啊 太 vlog了 轻松了 我记得了 你觉得林霜还会相信你吗 你觉得林霜还会相信你吗 我就不知道数据会有问题 小姐 小姐 开会 小姐 雅达的核心数据还是有点问题 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一遍 好 那问题到底出在那儿呢 你 江喜 你怎么不敲门啊 出去一下 麻烦你了 那你们先出去一下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别在这儿装糊涂 秘密还原的数据是你动了手脚 你想逼死小姨 我告诉你 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你小心 我把你那些鬼鬼祟祟的小动作 全都给你抖出来 没问题 你现在就可以出去 照高天下 是你江喜 拿了公司的数据给小英 是你吃里扒外 江喜 你真当我看不出来 你跟林霜那些小动作吗 从上次在展览中心 他发现我们两个之后 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了 江州那么大 人那么多 怎么偏偏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让林霜帮我们两个状怨了 这也太巧了吧 再说了 更何况你一个学渣啊 懂得什么是现代艺术 没错 数据是我动的 要不是你跟林霜 有心算计我 你们也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我不省 更不想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精心安排设计的 我就是要夺回林霜该有的一切 怎么了 那 夺回来了吗 小莹这笔账 林霜算在你头上了吗 看来林霜就没有那么重用你和信任你 我个人觉得 他一开始接近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利用你 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那也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看 我劝你也别犯傻 别为了这种塑料姐妹情 替他抢出头 小杨肯定是要关门大吉了 就是因为林霜自作聪明 不过你放心 我是不会把你逗出去的 虽然你拿的是公开的数据 但是你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 要是让公司知道了 你在方舟干下去也很难受 幸亏我跟林霜不一样 我念旧情 我会以部门精简为由 给你提供恩加三 让你舒舒服服的 离开方舟 林霜你说一下吧 说什么呀 说一下这次的状态失误 就我自己知道失误 你不知道失误 你问我干吗 当然是你说了 你负责的你不说吗 你个模板怎么不在乎我呢 难道不是应该你说吗 你上班上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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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你负责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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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小音现在怎么样 被卫民这么一通搅和 和方舟的合作 肯定是没戏了 那林霜呢 林霜现在在干吗 挺过去是孕 挺不过去是命 我给你买了点吃的 我先去调查一下 我们先来 我先去调查一下 我把这一辈子 你们都在调查一下 第三 可以修改完善之后 再争取跟他们合作 是 不要太大压力了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别着急嘛 我最近这段时间 也会帮你留意 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 晓莹的节奏 完全被文明打乱 磐石 威姐 还有那些靠着情怀 跟着我的员工 别悲观嘛 我对批三还是很有信心的 先吃东西 这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这次的事情吧 我看着罪魁祸首是卫明 错语不在你 只说你和林霜 都低估了卫明的狡猾 你说 你们做事讲规则 但人用的是钱规则 你能咋办 我看着呢 但是你能把你拿到的 人家的想法 你没想到 你还以为你 还要有信心 你不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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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有心作局 你也怨不得林双会有点想法 但是 不管林双怎么想 埋怨也好 误解也罢 我肯定是百分之百相信你的 永远听你 谢谢你啊 林双是个聪明人 你说 这么复杂的算法逻辑 她都能想得明白 她会想不通这么简单的人亲事故 所以说嘛 聪明人犯傻都是暂时的 我也相信 她很快就会醒悟过来 放心吧